1943年初的时候,日军因为在巴拿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半岛受到挫败,因而转愤怒于新几内亚东北部地区。 日军在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军队,企图通过这样进行反抗,日军在珍珠港事件上尝到了甜头,就越发膨胀,觉得自己不可一世,于是更加肆意妄为。 在当时,日军俘虏了一万名左右的澳大利亚士兵,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对这些士兵进行了身体和精神上面的折磨。 日军叫那些澳大利亚士兵为白珠,自然也称呼澳大利亚为白珠国,对于一名军人来说,这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事情。 但是,日军不仅仅这样,因为当时粮食供给不足,他们甚至吃这些澳大利亚士兵,这些消息再后来也传到了澳大利亚,引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怒。 从那的时候开始,澳大利亚就对日本充满了恨意,不过,日本真的是太过分了,仍然对澳大利亚进行施暴,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进行了轰炸。 这种轰炸是没有人性的,很多无辜老百姓都因为这场轰炸死去,终于到澳大利亚开始进行反攻。 1943年,新几内亚战争完全爆发,日军面对着如此来势汹汹,这场面也惊呆了,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面对这一波接着一波的轰炸,日军显得无能为力,他们觉得死亡与自己只有咫尺的距离。 在此之前,日军是多么的不可一世,他们把敌人把平民老百姓都不当做人来看,随随便便的就结束一个人的生命。 而在这个时候,日军竟然也损了,他们害怕,害怕死亡。 在死亡前,日军还在猜测对方究竟是谁,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力。 对方不是别人,正是不被日军当做人看的澳大利亚士兵。 面对自己的敌人,澳大利亚士兵是不要命的对抗,他们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,更不会给这些日本人留一点余地,他们眼中都是仇恨。 对于这次战争,澳大利亚全体人民万众一息,有钱的出,钱有力的出力,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可怕的。 这个时候,日本士兵是真的怕了,但是已经完了,他们等待的只有死亡。 对于日本来说,这都是他们赢得的,他们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,现在也是他们得到报应的时候。 最终,二十万日本士兵都死在这场战争中,澳大利亚也让日本人在血和死亡中为自己犯的错误进行赎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